10月19号星期一 我们上次才 周末才访问那个 条子哥 他说他是台东 周末怎么访问啦 上周末 对不起上周不是上周末 上周五 所以在台东 台东最近说听说是非常热 花冬爆人 然后我的朋友在花莲 他又说那个拜托 大家可以分散一下 不要自己在周末去 很多店他们自己都没办法吃到 尤其是我推荐的一些混沌店 大家也知道 例如说蚊子煎 对是不是 真的是 然后我的花莲的上次 我去了很多店 就很高兴结为朋友以后 我就会一直 邮够他们的东西 不是邮够 就是说我直接转账给你 然后你就快递 你的东西给我 因此成为了好友 就没有第三方交易平台 完全不用透过 两方平台而已 最多一个平台 就是中转中华邮政 或者是大嘴鸟之类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 好棒喔 因为有时候说 你这个国家小的时候 对不对 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 我觉得小而美 真的是不错 东西又快又有效率 这东西真的好快 很快对不对 然后你要弄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说 我要去一个地方爬山 要坐一天的车才到那里 都不用 你会觉得山在左边 海在右边 温泉在脚下 那我是阿飘吗 我好像觉得我 可以到任何地方都很自在 好 这个有一个 但是你要 你要能够去任何地方玩 有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的身体要很健康 肝要够好 肝要好 人生就是猜血 肝一定要好 免费肝炎 还有肝癌的筛减 其实台湾算是做这个 因为小时候生出来的小baby 他要打B肝 就是会 一开始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抗体 或者什么 我们就有接种那个疫苗 据说疫苗 你接种了以后 就是可以让我们 就是很好 以后你就会拒绝到 有一些很容易感染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是 有这种预防医学概念的时候 应该来参加这个活动 而且你知道这种检查 肝癌的筛减 如果是在别的国家 是要有多贵吗 而且你可能挂号以后 要一个月后才去 才能排到 对 他有可能 尤其在这个期间 疫情期间 很多人根本不能上医院 医院根本没有这个资源的 免费 免费肝炎跟肝癌的筛减 10月31号 也就是光辉灿烂的 10月的最后一天 礼拜六 早上8点到14点 14点 我干嘛讲14点 就是2点 我怕大家不清楚 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2点 在哪里呢 这个地点就是龙山寺 Banga 蒙甲龙山寺 龙山寺如果说 他不应该就是你只要是满30岁 对满30岁的民众都可以 带身份证 然后做这个检查 很好的福音 对我来讲更好 就是不用空腹 不用空腹 大家讲这个多好 空腹太痛苦 空腹很痛苦 因为你越叫你空腹 你晚上越想吃 对 就会特别容易饿 特别容易饿 然后讲说天啊 到底什么时候8点 什么时候天亮 就会比较早起 那一天会很早起 而且就我要吃早餐 想要赶快就先帮我抽 我写拜托 尤其想吃 麦当劳早餐组合 很想吃大家的松饼跟 跟早餐 OK 就是叫 这个就是告诉你 不用空腹 这个是很棒的 30岁的 年满30岁 带你的身份证 好 然后再来就是呢 蒙甲知道吗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是坐捷运到 万华龙山寺站 下车 最见 最好早了吧 OK 最好早了 龙山寺 10月31号的早上 也不用约 然后呢 详细的 大家可以上这个 基金会 什么基金会呢 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阿甘 台湾阿甘 我们的守护神 许金川教授的团队 他为我们台湾的 他算是我们的 所有的干干 有关干的权威 不管你要保干 治干 然后如何在 在后续的这些保健 都是由 许金川教授团队 在我们台湾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教育 基础教育 还有早期发现的 这个功能 所以大家如果要参加的话 直接来了 或者说你们也可以上 干面防治学术基金会的网站 也会有这种消息公告 那会检查什么 你知道吗 检查的项目有 B型肝炎 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 还有B型肝炎表面的抗体 还有C肝 C型肝炎的抗体 还有肝癌的筛减 还有肝功能 最近有很多人爆肝 那爆肝有些不是为了工作 是你自己夜唱 然后自己不睡觉 然后夜唱夜跳 然后整夜 然后狂欢 然后一早又去上班 然后还说你爆肝 那你自己生活要规律嘛 是不是 我虽然没有夜唱夜跳 但我也是不太规律 就是我夜读 我夜读 OK 哇这么好学 我着臂借光 对 我这样偷看别人在干嘛 OK 就是你自己生活要规律啦 这个很重要啦 好吧 就算说你已经夜读 对不起夜唱夜跳了 那你身份证带着 天亮了 八点就到我们这里来排队 龙山寺 龙山寺很感人 这个龙山寺 台湾的寺庙有很大的功能 除了我们的平义老师 常驻的圣华 慈会堂之外 台湾的庙宇 在很多时候发挥了很大的 安定人心的功能 他几乎可以算是我们那个 只要三驻香 不用挂号费 不用借宝卡 就可以获得心灵之伤的宝地啦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位特别来宾 也是我们的宝 非常宝贝的来宾 那就是平义老师 每次平义老师来 我们都是怀着这种依依不舍 然后呢 感觉说 啊赶快 一定要让老师讲一个够你知道吗 才能够不辜负高铁商务舱的这个 这个投资下去的成本 然后而且最重要是要帮风友 风友开开开开心 然后解悟 事宜啦 这就是说老师的责任 你的天命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老师又多了很多神的口译 所以说可能我们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大家突然间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节目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良食 所以老师上次我们讲到说 土地公庙的神力 对不对 可能又造成了各地封土地公了 对不对 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过了过完中秋了 持续今年2020已经过了十月了 对不对 到了十月中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觉得因为 接下来很快就岁末寒冬了 寒冬了 那一年之岁末寒冬 应该要来想一下自己青年做的 有没有多做点善事 到年底的时候 结盘点 有没有存款 福德的存款 有些人两个存款都没了 如果说那个口袋的银行存款没了 还有福德的 还有旧 是啊 两个都花光了 我想要分享一件事 就是在一个 就是上次我来上节目的那一天清晨 不是那天清晨 就是那一天我们的文昌帝君花楼 那你知道花楼是什么样子吗 烧起来吗 不是上面烧起来 是插在炉里面的那一个 那一节烧掉 香脚啊 上面的倒下来 对 那上面的倒下来 那因为那一天我不是要来上节目吗 所以 因为帝君就告诉我说 会有 家里有人会出事 那因为我要来上节目嘛 我就没有办法去庙里改嘛 后来我就 我来上节目的时候 我就请我先生下了班 静人下了班 就去 全家人的衣服带着 就去了我们台中一趟 哦 后来全家五个人都改运嘛 哦 结果你知道吗 我回去之后的隔两天 我在高速公路开车 那我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这高速公路车速都很快嘛 是 都大概100 110嘛 哦 那后面有一台车开更快过来 然后对我闪灯 就是意思要我让道嘛 哦 那我就打方向灯嘛 我就往左边要想要切到左边的车道嘛 他那么快冲过来了 我就要切到左边 可是我切到左边的时候没有注意 后面也有一台车很快的开过来 哇 结果我就在 好危险哦 我就在那个中线上面 左右两台车咻过去 你在中间 对 离我的后视镜都差不多只有一公分 好惊险 这是在拍完命快递吗 真的 真的 我其实那时候我是捏了一把冷汗 所以难怪在前一天的时候 帝君发露嘛 对 给我去改文改改啊 所以 Even老师你已经跟神 这么样的闺蜜了 对不对 你都还是要戒身恐惧 因为毕竟我们人就是 就有我们人的生死祸福嘛 对 还有我们人的就是灾难啊 还有我们的业力啊 是 所以时间到的时候 其实神明没有办法让它不发生啊 因为那是我们的业力 但是你可以降低 对 神通抵不过因果嘛 对 对啊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也积一些福德 所以神明可以用我们的福德来帮我们 帮我们示警 然后告诉我们可以先消灾解恶 所以大事化小 对就是化 但是还是有 还是有 可是就降低了 那个灾害 而且你知道吗 就就同一个月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有个亲戚 因为年纪比较大嘛 身体不太好 那在一个多月前 有一次我就突然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看到他站在月光下 然后呢 旁边就旁边就写那个 就是就写了一段话 英荣晚在啊 哎呦 这不是灵堂吗 是不是 对不对 然后后来我就跟文昌帝君请示嘛 后来就去庙里面 就是帝君说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帮他改一改 后来就改了嘛 改了之后又隔了大概一个月 我又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 就是他的灵堂 后来我就是看 因为看到这个画面 我又知道他又不太好了 然后去庙的时候请示帝君嘛 那帝君说 因为就是今年的运比较差 这个月要注意 所以是不是又不再帮他改一改 隔了两个礼拜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准备要洗脸 就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我那个亲戚 就是守骨折 骨折的画面 那就还好啦 是不是因为已经从灵堂 变成骨折了 骨折的画面嘛 那隔天呢 就是刚好 因为我参加一些慈善会 刚好慈善会 有PO出一个就是没有钱办伤事的个案 所以我就通知他嘛 他也捐了一下 又隔了一天 才隔一天哦 那天下午他真的跌倒 又化掉了 在浴室跌倒 对只是跌倒 一开始小骨折总比英荣晚在好吧 骨头还在啊 对啊 后来真的跌倒耶 就在浴室运过去哦 但是后来你知道吗 人没事 对 就是挫伤而已 不管说我们是从神 还是从生活起居来讲哦 浴室都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有一些人一滑倒就过去了嘛 对 那你看像我前年 我一滑倒是不是 就是守骨折 守骨折 几块嘛 对 那我那个亲戚 一年纪比较大嘛 如果骨折 然后一跌倒 通常都会骨折 那真的是神明保佑 骨折并发症就会很多老人家 所以就说这两个事件 一直让我就是很深刻的感受 其实人真的只有福德救得了自己 因为人这一辈子里面什么时候 人家都讲无常 跟明天 不知道哪个先来啊 可是如果说没有你梦到这些连续的画面 他也不知道要捐 是 所以就是一个机缘 因为平常都有做善事嘛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善良 那所以通常先佛神明就会给我们提醒 那告诉我们要注意 但是他因为神通底不过因果啦 所以他还是会发生 但是就是大事的化想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他总是会让我们 因为人没有做错事的人 对不对 那有些人开始忏悔的时候 他会很担心说 完了完了 我以前做这么多坏事 我要怎么办 所以你会给他一个可以修过的机会 对 就是可以让他振负的机会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过去做些什么啊 加减账一定要做 真的是加减账 是啊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给自己有机会多一点 矫正 消灾解恶 对 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纵使你看我都在庙里服务啊 做那么久 我还是有我的业力会来啊 那如果说像老师你不是说你的虽然前一几 前一几你说你已经七百年了 是 还不回去 对不对 还没有回到你的皇宫啊 可能那你的圣华词汇堂是不是 还要一直继续服务下去 也没有 其实下回可以分享 就是等我把那一段那个文昌帝君 正确告诉你 他降世下来的文 我把它翻译出来 可以下回分享 其实他当他上上个礼拜 在庙里面有直接告诉我 就是摩我十二年 对 可是你十二年快要服役其满了 生一年 对 对啊 我十一月二十三号满十二年 满十一年 但是他服役其满 会不会叫你说继续进修 不会不会 这是不会了 这是不会了 那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对不对 可以到可以去找老师 消灾解恶的时候 而且很有趣的是你知道吗 上上上个礼拜 我们庙的主神姚慈吉姆指示 嗯 他说明年的农历十月 我们的庙要正式启用 哦 完工了吗 对 已经 就是到明年 因为现在有些内 我们的内店都还在装潢嘛 对 对 那他说明年十月 农历十月爱与花 开光了 那明年的农历十月 刚好是我满第十二年 哇 你的任务 任务 任务 就有一段落 就是部分任务完成了 是啊是啊 所以就会搬到大一点的豪宅了 我们在大坑风景区那边 那个就 那我们要在市区的时候赶快去 盖的很壮 盖的还不错 还不错 有时候是说那些地方都是 他们自己挑的 对 神明自己挑的 不是你去买的 当时哦 其实我们那块地买了之后啊 整整五年 都没有办法开发 那这个当中 哦不能开发 不是就是因为法令 有一点变更 然后呢 有一些模糊空间 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 怎么样来做 那我们又一定要 想要合法嘛 就摆了五年 结果你知道这五年里面 有很多人来找我们堂主 说他们的神明 叫他们来买这块地盖庙 所以大家都选这一块 对很有趣 然后后来我们老师就说 啊你们的人民 都叫你们选这块地去 我们就自己去就好了 对啊 那不是说会不会说 我们可以转卖赚差价 降不起 后来你知道吗 我们就正式在庙里 请示文昌帝君 说是不是这一块 因为有赚钱 这一块地价涨了 还是我们就卖掉 我们就卖掉 再买一块 再买一块 就在市区盖比较方便 获利了结 再买一块 文昌帝君就指示 他说 他说我文昌帝君啊 在天上的宫殿很宽广 他说我没需要 以后你们在民间 又给我建一个大地方 他反而是觉得说 你不盖没有关系哦 对 他说这间的廟 要建不建 你们自己决定 他说 廟 建这间廟是为了你们众生 不是为了我文昌帝君 不是我要建的 对 是为了你 他说你们在世的时候 可以来这里拜拜 有一个心灵寄托嘛 啊世后 如果不到完完的时候 还没有功德圆满 没得灰天 同期也可以 嫁人在这个地方 继续收 哦 啊所以他说 庙是为了你们众生 不是为了我文昌帝君 所以不需要特别 一定为了我要 该一个地方给我住啊 嗯嗯嗯 那我们听了就觉得好感动 嗯 后来就很努力 嗯 又去奔波嘛 然后再去看看法令的相关 怎么处理 后来真的真的就过了 哦 我们是合法的寺庙 所以对啊 寺庙登记 所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对真的 对不对 真的 不是你们去求的 这主要是我们的信念 我真的觉得信念很重要 好老师最近啊 又有很多 呃 被很多事情不明原因困扰的人 对不对 都去找你 是 那 那天 就是那天有一个 有一个爸爸过来 哦 然后眼睛是有一点红肿的 感觉得出来 凸了 然后他的报名班上面写了一个 小朋友的名字 哦 他自己 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名字 就原来那个是他的女儿 刚过世 好难过哦 两岁 这么小 对 两岁 然后呢 因为心脏有问题 就过世了 上个月底 然后他来庙 他就是 他也是听到广播啊 然后他来庙 其实 所以其实广播也帮助很多人 可以来解惑 或者说让他不要那么悲伤 有个心灵的出口 对 对 那他就说他要问他女儿 就是为什么跟他们的缘分那么短 那才两年就过往了 那我原本我是跟他讲 我说因为还没有百日 那我是比较建议最好过百日 哦 对 过百日之后他的那个灵比较稳定的 你要问再来问 那他说因为他在一些佛事也都有帮他做 立牌位做法会 嗯嗯 我说如果是这样子就好了 那我就劝他嘛 我就劝他 就是说意念不要一直牵着 那不然的话 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也没有办法太安定嘛 可是有时候亲人过世 你没有办法说 你不要去想就不要去想 你只能释怀 对 你只能释怀 那后来就是他问他太太的身体 他说他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 后来我就帮他感应嘛 感应之后我发现 他太太其实是常年的疲累 造成他免疫系统下降 然后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嘛 那后来他就是 在帮他太太改一改嘛 结果在改的时候呢 就是发现他女儿跟在他太太身边 你看到吗老师 是我们堂主 因为我只有负责问嘛 是 然后在跟在处理阴灵啊 或是说在处理灵的问题 都是我们老堂主处理的 那结果我就听到那个文昌帝君 杠杆下来然后一直隐私哦 就是一直隐私 然后再告诉他们说 这个缘分已经圆满了 然后他该有他的去处 所以那小朋友对不对 会跟在妈妈旁边是妈妈的意念 妈妈也思念他 对还要小朋友也不想走吗 对小朋友也有一个依赖性 对年妈妈嘛对不对 对 可是因为毕竟阴阳两格嘛 所以你阴气一直跟在旁边的时候 事实上互相都受影响啊 那所以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 就是超度嘛 所以他们说在佛事 也有帮他做了一些超度啊 那就又跟那个爸爸谈一谈 让他的心境稍微比较适华一点 对 那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比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好多了啦 是啊 那像讲到这个事 我再分享一个例子 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 因为我的老师 就是我们庙的那个堂主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堪语师 堪语师就是看阳宅风水啊 阴阳宅对 他说他有一次有一个 就是有一对夫妇 请他去看他们家的房子 结果因为他长期身体都不好嘛 那他就一进去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一间房间特别阴啊 阴气比较重嘛 他就问他说 那一间房间是谁在住啊 结果那一个太太就说 那个房间没有人住 因为那个是他的儿子以前的房间啊 结果他儿子因为车祸过世了 那他很舍不得 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骨灰毯啊 就请回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没有下葬 骨灰毯 骨灰毯没有下葬啊 骨灰就烧成骨灰 一般都放在塔嘛 他就把他的骨灰毯拿回来放在家里 然后房间都照他他儿子生前的样子摆设 那等于说他是阴阳住在一起嘛 啊所以就是变成久了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好啊 那不是他儿子故意要造成他妈妈身体不好啦 而是说因为那个骨灰毯 整个都放在那里啊 所以就会影响到住在家里面的人的身体嘛 磁场吗 磁场对 磁场对不对 所以老师是说 我有听过有些人是 就是骨灰是放在他们家里面 没有在进塔里 或者是安在哪一个庙都没有的 所以这样是还是不行 就是其实 营养两个各有各的去处啊 所以还是就是单纯一点比较好 比较避免互相干扰 对啊 像我前阵子有一个 我有时候看到有点怕啊 是不是 因为那个形状嘛 有些人就是会依恋嘛 像我前阵子有一个客人 然后他骨折嘛 然后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说他有到处去问神明 他说他有去问神明 那因为他们有一只养了很多年的狗 过世了 他把他的骨灰就埋在他们家的 那个就是那个庭院 然后院子 宠物都会埋在院子啊 对啊 他们自己家的院子 他说他骨折之后 他有去问神明啊 好像那个庙的神明是跟他讲说 其实应该最好不要放在那 应该他该有他的去处啊 宠物墓园之类的 就是让他去他该去的地方啊 啊后来他就又重新处理了 我听他这样子讲 但是我是没有帮他确认啊 虽然他叫我帮他看 但是通常我出去 我觉得我是来讨论正事的 不是来来管这些事情 而且他说在别的市面 我处理就好了 嗯哼 我不会去过问这种事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连宠物都要问到老师的 也是有一点点那个额度 不要这样子用掉 请把握重点 OK 额度很珍贵的 对啊 就是就是人常常有时候会对这一些 就是会有一些 不能讲不正确啦 就是说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思维嘛 那只是可能有时候没有搞 没有顾虑到阴阳之间啊 嗯嗯嗯嗯 那像那一天也有一个爸爸很困扰 然后呢 从台北来 他也是听众 然后来一点苦恼 那苦恼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发现这些年哦 有蛮多听友来问 都是问自己的小孩 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 天下父母心 变得一样真可怜 嗯他的小孩也是 嗯之前也有讨论到一个青春期 突然间性情大变的有没有 他他这一个也是 嗯那但是 这一个更严重 嗯就是不仅 不仅不回家了 而且甚至在外面胡群狗挡 那我在帮他感应他儿子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画面是在日本 然后是在海边 那我就问他们 我就说 你们在两三年前是不是有去日本 而且在一个海边 我说你儿子在那个时候穷着婴 哇 这还要回到白海海道 结果他 结果你知道吗 他回想真的有 是真的在日本啊 对 他真的去日本 他说他们很喜欢去日本 对 啊真的带去海边 哇 这还回顾那当年的行程 我跟他讲大概就是在 在三年左右 两三年 三年左右啊 那他要回到日本去还是不需要 不用就是在这边超度嘛 在这边超度 只是说这个孩子他不是只有因为冲到婴才会变成这样 就是他原本的基因里面 如果他如果他没有这个基因 纵使交到坏朋友他也不会变坏 他原本就有一点这个基因了 当时间到的时候可能又有婴器过来 然后可能又有冤亲再组 然后还有一些洋室的因果 冤亲再组 所以影响到他 使得他变成就是行为就变了 而且日本有点靠三口族很近 可能也被启发了 启发 对所以你看很多问的 天下父母心你知道吗 就是说都不是问自己 不然的话就是问这种小孩 不然就是问长辈 对不对 都不是关心自己的 那有很多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老师很关心自己的 想要结婚啊 想要有证缘的啊 这个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问 也是可以帮助的 就像那个前阵子有一个太太 他来请示他的婚姻 那请示的时候 帝君讲了一首诗啊 那那个诗我用台语念一下 好 他说心悔心头翁 人伦未春凉 前庭看不香 聚分心难忍 那国语就是心火心头望 人伦未存亮 前程看无远 减恨啊 聚分嘛 心难忍 那我告诉他就是说 是不是你 他先生一直对他挑剔 很嫌恶 那最近你们在相处上 是不是可能都没有空间 就是在沟通上 完全没有温情 也没有空间啊 这个诗听起来就很困窘 是啊 你说心悔心头翁 他想到他人也很生气 他人一把火 一把火要抓起来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是啊 那他就很气 他觉得说他先生很 怎么对他态度那么差啊 那甚至就是很气他 连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都对他爱理不理 那他就很生气嘛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先生 就是依他的了解 有可能在外面 有过重生命的 小三 的异性朋友 对对 异性朋友 他是这样子讲 有了让他降火的人啦 然后呢 就是这样 他就觉得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觉得他这一辈子 为了为了老公 为了家庭 为了小孩 他牺牲那么大 那现在年华老去 他先生被他百般的嫌弃呀 空哦 对 那他说以前还不至于 可是现在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嘛 后来他就问我说他跟他先生到底是什么因果 为什么会变这样 后来我就帮他查嘛 他就写他先生跟他的资料嘛 感应之后呢 文昌帝君又这样一首诗 那个诗说 就是以前都穿同条裤子的换铁兄弟啦 他们以前是异性兄弟 是换铁兄弟 对对对 为了老人来欢博 为了女人来反目 然后呢 诬告要怎么念啊 台语我不太会念 就是诬告官府嘛 他去诬告 然后呢被害他先生 在前世里面被言行拷打 他诬陷他 对这碗慢慢很惜特啊 其实就是 你们本来是网条 最后变情敌 对因为为了女人反目嘛 然后呢 他去诬告 结果害了他先生在前世里面 就被抓进去言行拷打 所以他对他有一种积怨 那这辈子来 时间到了 他先生突然就是那一种 前世的那种积怨的火就上来了 那你问他为什么 他也讲不出来 可是呢 他就是对他这个老婆很嫌恶 莫名的 对莫名的 这个就是一种 潜意识里面的感受 天哪 真的耶 怎么没有人莫名的 想来对我报恩呢 奇怪 应该也时机到啦 还没有 那怎么办呢 像他这样子无名的火 这又是前世节下的因果啊 要化解 要化解 要化解得掉吗 那化解的话 为这个女人的事很大调 他就很气他先生嘛 那他就会一直觉得说 他想要理 他先生又没有一定要理 那 这就是折磨啊 对 对不对 这就是彼此折磨 这就是折磨嘛 不甘不脆的 他说本来他想要理 他先生不想理 那现在是他先生想要理 他不想理 他觉得 他觉得我干嘛要让你 那么称心如意 好过 对啊 他说现在常常都不回来啊 他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让你 那么称心如意啊 但是其实我们就算 就算老师他该 讲的这个字面上跟以前 他应该看得懂 或者你解释 他也听得懂了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够化解的话 这是要看他后来做的 还是看他现在 有没有转念呢 他现在开始要怎么做啊 对 现在要怎么做 其实有时候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嘛 那过去 你说虽然有一些因果 一些无名 可是他们相处的方式 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啊 所以才会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嘛 所以我还是问他啊 我说我问他 你是不是还想要维持这个婚姻 对 如果是 那你一直用仇怨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那你一直在指责 他在外面有 但是他不承认 那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再吵就好了 对 是啊 那是不是心平气和 两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有没有机会可以真的继续再往下走 婚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那也走过大半辈子了嘛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各退一步 好对不对 好聚好散 你先冷静一段时间嘛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老师 有时候就是要开导他的观念 不见得是和继续走 而是好聚好散 在此今年聊一聊 但是有时候 2020年就聊了 有时候我们就跟他好聚好散的时候 他会问我们说 是不是真的他们的缘分尽了 那就是啊 不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子讲吗 是是是 可是有些时候 就不就是真的叫做 缘分的深浅吗 通常如果缘分尽的时候啊 其实是没有特别的好恶了啦 如果你特别那么气 你还会那么气气的要死 你的意念就还是牵动着啊 哇 原来缘境的时候是这么的了然哦 对啊 你缘境的时候 你就决定要给自己一个 一个洒脱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会计较就好 还有还念念 还有念头嘛 那你这辈子没有了 下辈子还不是又牵在一起 哦 所以重点 重点不是两个有没有继续住在一起 而是那个念头有没有放下 对 那你念头放下了 你不再气了 是不是没有纠结 对 啊你念头还在 是不是继续纠结 可是我觉得执念很难放 很难啊 这个就是很难 这要去三次 差不多 要去三次 要去三次才够 了解 刚才工商服务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工商服务 我都是家会我自己啊 我就说我们家的那个毛小孩 可爱的狗狗 他们都会做噩梦 所以说万物皆有灵 对不对 有时候梦就是你的潜意识 所以说你我们家狗在梦什么 可能他上辈子是干嘛 我们都不晓得 对还有一些因缘 就像我那个九月中旬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然后我就梦到我自己是一个出家人 然后 又有佛缘了 对 然后我走在 我走在那个两山中间的一个吊桥 然后 什么样的出家人呢 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佛教的出家人 对对对 我曾经有一次是出家人 那我就梦到我就是走在一个吊桥 那那个吊桥很特别哦 他那个吊桥是那个玉 青色的玉 是一条一条圆柱形青色的玉 做成的吊桥 感觉有脚底按摩的功能 对 因为那个滚轮的感觉 我走在上面 很滑的 然后呢 两边都是佛教的护法神 哇 有点好像十八摩 然后呢 我往前走嘛 前面是不是山 对不对 那一座山就写须弥山 哇你已经到天界了 我觉得好神奇 对啊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隔天我就请示文昌帝君嘛 那文昌帝君给我一首诗 我念出来跟大家分享 要念台语哦 哇你现在大家起来到了须弥山 后来我上网谷歌 原来须弥山是佛教的圣地 是啊 好 他说 他说 我念成国语 他的国语就是前因应后业 他说任何事情有因就有果 对 那 呃 虽身而未明 可是我们常常 我们身上有带的因果业力 我们自己不明白 不清楚 不明白 包括我们自己的习性 跟我们的思维模式 逻辑 嗯 我们的执着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业人 嗯 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折磨我们自己的根源 你的想法就是你的业 对 对 然后他说 布丁入圣境 他说 人都想有朝一日 可以登入一个清静之地嘛 不登入清静 不登 登入 圣境 嗯 就你想要走入这个圣境里面嘛 可是呢 清完 本灵 就说 你必须让你自己清静 然后不带这些欲念跟执着 你才有办法看到你的本来啊 国语是 呃 清源 清是清水的清 源是元 一元两元的元 清源 一 然后一元也是始嘛 开始的意思 开始一元复始的元 你的本灵就会出现了 那本灵就是我们原本那个字 在的自己啊 那你这样开了 有没有你又觉得说 哇 我太感动 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 达到须米山的境界 但是我在梦里面 我是还没有走进去啊 可是你已经走在脚底按摩的桥了 走在一个狱的步道上 对 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先佛的一个期许啊 你有这样的潜力 他也是告诉我们 他不是说我有这个潜力 他说如果你想要 往前走到圣地 你要先把你自己的 这个业力先去除啊 对不对 自己的业力 执着习惯啊 喜好啊 欲望啊 要先放下 要先放下 但是说要一直练啊 因为不是说只有一个月而已 对不对 像我们聊到说 这一生这么长 对不对 那这中间当然就是福到之反省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 我们这这么多的不顺势 是什么时候 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进化呢 我是觉得说就是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人生之中本来就会随时都有困难跟阻碍 那我们应该要勇敢的去面对 只是如果说接踵而来 或者是有一些特别不可思议 或者是特别严重 这个时候才问一下说 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啊 对 啊但是绝对不可以本末导致 反而变成说 对 不可以好像没什么 一点点小事就到处再问 那我们就不能磨出我们自己的智慧了啊 我们就没有生活的智慧 要先面对 至少叠九次 对啊 国父不是革命第十一世才成功 有人说国父革命的第十一世成功是水到渠成 时机到了 因为他经过前面的修正已经有智慧了嘛 对 他知道怎么做才能够 才能够万无一失啊 就像打怪怎么走最后那个路就打 是啊 所以人生也是这样啊 千万不可以太迷信 虽然我自己是一个通灵者 可是我认为不要迷信 你还是要先用你的智慧 跟你能用的方式去面对 因为我们都很想省力 哦省力 对 因为都很想说 可不可以就是说 例如说直接投币 扭蛋就出来了 但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省力的 你该面对还是要面对 就是还是 没有懒人包 对 没有懒人包 因为你面对了你才会有智慧 我们很想请平衣老师 帮你一个懒人包 我那时候可能要跟地区寝室 越上满身者 请看这边 这个步骤还是有 但是没有轻易的 是 那怎么样就是说 我们这两集 有一直在讨论说 一种执念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但是其实 你越是不去说 我不要 我要放下 我要放下 可是有时候就是 你告诉自己要放下 就是放不下 越难 越难对不对 对讲到这个 他给我分享一首诗 有一次我在打坐的时候啊 准备要打坐了 然后帝君跟我讲三个字 徐无鬼 然后因为我有在念庄子 那其实庄 徐无鬼是庄子里面其中一篇的篇名 那后来我就请示帝君嘛 那帝君就给我一首诗啊 他说 无鬼 无念 何书 康啊 他说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念 其实你也不用特别想要怎么样放空了啦 对不对 他说 切眼 切痰 关世 就是在人世间很多事情疯疯于遇 你何妨一笑自知 轻松看就好了 万般 基因 一念心 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念头产生 丁伦昂丁 美清亭 他说 沉伦红尘 未成亭 你就会一直沉伦 一直沉伦 所以这是不是又讲到我们刚刚一样的意思了 对不对 都是因为念头 其实都是一直重复这几个关 对 你就是一直在这个关卡住了 是 但是可是我觉得老师你比较lucky 因为你的家教一直在你的旁边 我的家教 对 你有家教 有个很好的教练 你就可以一直问他 随时可以问他 然后你都可以有人告诉你这些方向 所以你知道老师的节目一定要听 对 你知道福道开我们的频道 你才会听到这些 你才会更宽广一点 对 感谢明依老师 谢谢 感谢台湾高铁 谢谢 谢谢 你 有 你 有 你 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